從2021年5月2號開播以來 你知道我們現在多 我們現在已經經歷了458個月子 哇 然後你曾經兩度請辭主持人 為什麼刪去法師就先刪掉曼波 沒有就 我說我同時很多的刪除 所以是覺得 就是會想說有可能要從曼波先 先那個 這個腫瘤先割掉 因為話比較多 才都曼波整吃 下次再介紹告一三 要改 台東曼波 曼波台東 大家好我是Rita 我是五三 我是阿達 觀眾朋友能不能看出來 我們的場地是在一個擂台的概念 分手擂台 分手擂台 為什麼 自己說 發生什麼事情了 機車 我的好partner他竟然要下線了 然後我們的第二代新車小偷 竟然給他灌新車小偷 我們的第二代我的好partner 就是達哥 哈囉 夏達 嗨 嗨 好像很光榮 心水效果 對 老婆我上電視了 媽媽 問一下五哥 因為從2021年5月2號開播以來 你知道我們現在多 我們現在已經經歷了 458個日子 哇哦 然後你曾經兩度請辭出去 多喜歡請辭 對 你沒在那邊鬧皮氣了 那來問一下五哥 就是第一次跟第二次你請辭的那個起心動念是什麼 就那時候剛好很忙耶 就是那時候很多事情其實嘎在一塊 就自己也覺得好像 每天起來就是很多事情等著 你要把它消化掉 所以我那時候是有一種 想要把事情趕快 有一些可以處理的把它處理掉 所以就優先處理的就是台東版本 好慘哦 好可憐哦 對 刪去法 第一個就是台東漫播 哦 心與水 沒有啦 不只是漫播啊 因為那個時候包括 學校的邀約 然後還有一些演講 其實我都是把它推掉 不愧是南回CEO 就是那個事業的版圖這樣子 對啊 那時候好像真的有點快被給抓走了耶 這一次 這一次 真的要成真了 這一次其實是因為 其實有一點小烏龍 本來應該是要回到學校讀書 就是我今年給自己的期許是 再回到學校讀書 我一直聽到我的想法其實是非常支持我可以回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他就首肯了 對不對 首肯了 然後我也知道就請辭已經成功了 然後後來我就問我的教授說 那我要準備回到學校準備了這樣子 然後我教授就跟他說 你不要再回到原本的學校去 他建議我再去讀北科大 後來北科大的那個珍事其實是更早的 所以我其實我已經錯過了 今年要入學的珍事 所以你後來就是沒有要讀書 要等明年了 所以你看就是謊的啊 大家應該是現場都有發現 可以 OK了 這一集 OK了 我們解決一件事情 但是我也覺得也很好就是 好像下半年度可以比較輕鬆一點點 還是要考慮錄完 不行啦 我今天分手擂台都已經住了那個場地了 而且重點是這件事我還沒跟霹靂講說 因為我明年可能才入學 好啦 人生相聚有緣分 那 五哥你可不可以講一下就是 台東曼波隊來說就是 沒有啊 就是那個時候 這是一個陷阱題 又沒有了 對 這是一個陷阱 沒有 就我說我同時很多的刪除 所以是覺得 曼波的功能比較好說話 其實也 看40條碗的吃 真的 我說實話 我就曼波會花比較多時間 為什麼 因為我其實來回的時間 就兩個小時 然後我們要對 然後到錄其實就真的是半天就沒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在接外景 那就是一天就沒了 就可能去長兵啊 開個兩三個小時去 然後錄完又回來 而且因為我們在工作那個狀態 是我其實是不能同時工作 我可以講說我可能在線上演講好了 其實我可以在開電腦再繼續回答別人的問題 但是我開車沒辦法 或者是我在主持的時候 沒辦法 腳一片有另外一台電腦 很忙 多忙 都已經是薪水小偷了 但是 就是昨天發訪 剛剛我還在問說 有嗎 有發嗎 就連人都沒看 對 所以 因為主要是因為 就是會想說 有可能要從曼波先 先這個 這個腫瘤先割掉 因為話比較多 他是盲腸 可菜可不菜 才都曼波整吃 下次再介紹一下 不菜 因為我跟五哥錄節目 他其實也有很多進程 對不對 五哥自己應該也有感 真的我們這樣子去回顧就是 其實五哥從一開始的時候 他到現在 他其實會有很大的不同 就比如說他可能 一開始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 五哥他可能講話講話講 他會講到一半斷掉 然後他就會回頭給我一個眼神 是 救我 我其實是有點 狹促 就是覺得這件事情 有點在鬧五哥 就是我如果不接那個話 然後其實五哥他會 他沒辦法忍受那個 對話跟對話之間的空白 然後我就看他在那邊 尷尬或者是緊張 我就覺得蠻好玩的 然後包含到後來就是 可能學習到就是尷尬也是一種效果 那聖震中那種幾集 我就不說是拿幾集 他就來的時候他就說 你好今天狀態不太好 然後他可能那一集 你確定不是全部嗎 他可能那一集就是 但是在旁邊是那種 哈哈哈哈 對啊 所以像現在我這樣嗎 這是一個進程 這是一個進程 哈哈 對 然後他就錄完他就說 我覺得我今天很像薪水小偷 我今天有點像薪水小偷 對 原來是這樣來的 這樣來的 對對 然後到後來已經其實現在已經 就是那個舞哥的狀態 他就已經是 我覺得他也是 哇他底下的員工 看到他在那個 台東慢播的節目上的那個狀態 應該會下巴都掉下來 判若兩人 判若兩人 因為你說他吃得一下是有點tough 然後有點距離主板威嚴的 但是他在慢播就是超ㄎㄧㄤ 他ㄎㄧㄤ到我們上次錄那個 無影良品那一集的時候 我還跟他 我已經有一點 他好像那個死小 在旁邊一直在吵的時候 等一下 賣酒 賣酒 滿明顯比較少 這樣比較少 因為媽媽好 給你怕了 已經到這種程度 對 已經到 這個程度變成就是 台東慢播很不可或缺的 氣氛製造機 真的 因為我們兩個很好玩 就是我們兩個其實從來都不是 原本真正的主持人 對 那去接主持這個工作 就是從一開始到現在 他中間有讓你覺得是 就是好像會沒有做好 或者是說有一些壓力 或者是瓶頸的時候嗎 會 我一開始其實會有壓力 而且我覺得一開始那個壓力 來自於就是 好像還沒有抓到那個節奏 一來三 二來四 我覺得那時候 我覺得他沒有很順暢 就必須得看榜乾 就擔心可能仿剛沒有問得很完整 有沒有什麼東西沒有問到 我覺得反而就沒有 沒有比他像是 自己很舒服的在說話 對 這樣子說我覺得感受還滿深的 因為 其實 對 就是 好啦 我也錄兩集了嘛 但是我就覺得 有時候我會回去 惡補一下台東慢播 我覺得那個節奏 我覺得那個節奏 我想要去學習 我想說欸 我要怎麼樣才可以像那個什麼 我哥一樣這樣 然後跟著跟著節奏走 然後跟那個瑞塔的默契 這麼好這件事情 我一直反而是 我說這個 這個我沒有辦法我學不來 因為 我就是我啊 對對對 我沒有辦法成為 下一個沙恩啊 沒錯沒錯 對啊想說只能 我就是要成為我自己這樣 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說 有點感動的地方就是 真的我在當下在剛 現在在講的時候 我突然就意識到就是 我們好像也沒有誰可以成為誰 因為我們就只要做我們自己就好 嗯 所以其實我每一個人 在我們自己的角色裡面 他就是一個我們 對於這個世界就是可以長 所以可以長出來的一朵花的 獨特的樣子 是 每一個人都長不太一樣 嗯 所以我相信我之後 如果跟達哥一起主持 一定也會我們的版本 會 對 超期待的 這東西也很好玩 對 接下來就麻煩你了 哈哈哈 新選小組 先回一半 那因為我們 畢竟今天是一個你知道 就是要說分手 要感情要交接的時候 那我們 要有一個那個 中間的一個轉換 我們就請那個Swing來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 對啊為什麼就是 在五哥離開的時候 然後最後會找到達哥 這個選角的過程 應該大家也很好奇 要 哈哈哈哈 那我們第二次現身的 台東漫播企劃組 唐霸子那個Swing 講一下那個嗨 嗨 嗨 他有多損化 哈哈哈哈 五哥離開之後有 就是有 中間有出現幾個人選過嗎 哇 是嗎 原來中間有那麼多人選是嗎 對 先講一下我們那個選角的條件 因為我們其實真的問了很多當地人 是 我們就希望這個人他是一個男生 對 因為他可以搭配Rita的女生 就是一男一女的那個辨識度會高一點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們希望他是台東人 是 對 因為其實五哥剛剛Rita有講 就是他 會有很多從小生長在台東的一些 就是經驗 第三條件是這個人不能很忙 哈哈 欸這個很重要耶 所以達哥很閒的意思 我就是很閒 我就是很閒的那個人 時間要比較彈性啦 會不會說話 對 應該說 就是兩位都是創業者 就是如果他是自由工作者 他就可以很彈性的時間 先講 前面有三個人選 是 是我們採訪過的嗎 喔 你一定都認識 喔 對啊 真的 我會只知道一個 不會是大一哥吧 這個沒有考慮耶 千萬不要 如果是大一哥跟Rita 可能就在台上真的是雷台 所以你想清楚今天 所以我們那時候後來就是有 最後問Rita 因為我們想說這個人一定要跟你很合 就Rita給我們幾個 名單 對然後我們就從中 就是去挖掘一些人 對 然後第一個人選呢 這個人他是最多人跟我推薦的 蘇州的耀薇 喔 我也有推薦啊 我也有推薦 對 但他就是泰瑪 對他就不符合第三項 對 但是他沒有符合台東人啊 對啊他沒有符合台東人 所以他沒有符合兩項 他沒有符合兩項 他只有男性 他符合男性 這個你可能 要再確認一下 要再確認 要我聽到了 好然後第二位這個人 你可以請五哥猜一下 就是他跟你有很像的條件 就是他是 同志嗎 同志然後他返鄉 然後他也蠻帥的 然後他 XX大寫說 顏值略高於你 我可以說說什麼嗎 這可以說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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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卡掉是不是 把我卡掉 是不是 喂 你就是XX嗎 不是他說顏值略高於你 你第一個 我說 掉眼淚太好笑 當第二個主題 這個都要剪這個都要剪 是誰啊 這個人就是 走了一個五三人之後 換老公來 我剛才有想到我先生 因為我第一個先太大一個 第二個本來想太大我先生 對然後第三位呢 就是我今天要在節目上跟他道歉 其實我們已經跟他約好 說要去拜訪他 就是 也都跟他講說什麼事情 他其實也蠻有意願的 但是就是因為在 就要去拜訪他的 大概前幾天 就是Riha就是殺出了他的 殺手劍就是達哥 去拜訪他 他說哇達哥真的是 太符合我們的需求了 然後就因此就 後來就沒有去拜訪那另外一位 什麼 竟然晃晃點人家 我就跟他道歉 可是這個也是一種緣分不覺得嗎 對啊 嗯好像就明明注定的是誰啊 他是那個 心願的 赤足的查馬克 查馬克大哥 他最近也很忙 因為出專輯嘛 對對對 他也會覺得好險 還好還好還好 對 這邊在此節目跟查馬克說道歉 是 不好意思 其實如果是查馬克也都是主唱 是耶 對啊 對耶 你看啊 這邊是不是都要當主唱才能上台 台東漫播隊 男主持人都要是 沒有 在台東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了 只能唱歌了 就只能男主唱的 我剛剛其實要把它拆 胡德夫老師 太跳 太跳痛了吧 太跳痛了吧 他會想說 豆腐他也是男主唱啊 他時間分配的也很好耶 他也是同志 所以真的原來這個角色不容易 所以真的原來這個角色不容易 我猜 對啊 我們萬中挑選的 絕對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好 好 我餵 看 張電視 歡迎達哥 好 那我們有一個交接的儀式 交接儀式是什麼 這什麼 這什麼好笑 這什麼好笑 油中官腔 台東漫播電台的第一代 油中官腔主持 還有 還有 積極併有 五三同事 好棒喔那個 很久沒有批這個執行帶 他還要批油中官腔那一面 升降T 要選中國小姐的感覺 然後達哥應該也有一條 對不對 台東漫播電台 第二代姓水小偷自己 我就跟油 一次罵兩個人 誰要來當第三代啊 感覺是不好的預兆 福貴家的阿達同事 哇 耶 可以可以 可以卡住 卡住 一個沒有投的在敬你 好恐怖 好恐怖 接下來交接到達哥這邊 那我也讓所有台東漫播的 粉絲們了解一下 何方神聖這樣 妖魔鬼怪 對啊怎麼會 哪裡來跳出來 對啊 九百多個人 還選的 還選耶 卻平眾選耶 真的 因為達哥他其實是人生 經歷超級豐富 他當過 朝福店 開過朝福店 開過朝福店 開過朝午餐 然後也是 哇不得了最近很厲害的這個 貴婦樂團 你有得到國際大獎 我們的主唱 那個影片一出來是達哥 真的是嚇死 對 那個手勢要比一下 哦 我們請達哥自己講 來達哥 大家好 我是阿達 然後我來自於 台東 我是北南族的這樣 我目前的職業是 在台鐵工作 一方面也做了皮革的 比較工藝方面的 還有藤邊 頑皮霸 頑皮霸 皮雕的皮 對 皮雕的皮 然後再來就還有是 貴婦樂團的主唱 其中一位這樣 對 我們有三個主唱 其中一位這樣 對 蘇因他們有請我先打電話 跟達哥打招呼 所以其實有一個機緣 就是前面我先跟達哥 通過一通電話 然後後來蘇因他們才 直接是要去找達哥 是 那也問問達哥這個 從你的角度的 這個過程 你的心路歷程 我覺得那天你打給我的時候 我覺得 我覺得那時候當下有一個 另外一個 我就醒覺 因為他那時候打給我 他說他想要 就是 我哥那邊 要辭退 對然後 他覺得我很適合 對然後那時候 我自己我知道 我有笑出來 可是那時候 我馬上收回那個笑 因為 Rita是很認真的 在跟我講這件事情 然後我收回那個笑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 好像真的有那麼一回事 那我 就是我會覺得 為什麼要笑 因為Rita一定是有看到 某個方面是覺得我是適合的 對 但是我又不願意承認的 那個我是什麼這樣 那那個笑是什麼狀態 對 我覺得那時候我自己 我自己回來 我自己解讀的時候我發現 我好像是為了要 掩飾我的害怕 跟 你為什麼會找到我這樣 是 對 想用這種笑 然後傳達給他 是 說我不適合這樣 那達哥你在這之前 就有在看台東漫播了嗎 應該沒有 沒有 他打給我的說 多真實 他打給我的說 什麼是台東漫播 他打給我說 什麼是台東漫播啊 然後後來我才去惡補一下這樣 對 那時候我完全不知道 你看完之後的感覺是 感覺是一個還不錯的節目內容 因為那時候已經播好幾集了 然後我也發現 跟很多不同的人接觸是一件 然後聽他們的分享 聽他們的故事是一個 欸 是可以自己有 擁有故事的一種方法這樣 對對對 就覺得欸 好像很棒 可以跟那麼多人連結這件事情 是 對對對 那有 五三有想要跟 就是 我們台東漫播粉絲 你 你到底有沒有 你應該有在 因為錄這個節目 在現實碰到一些粉絲 有啊 對啊 所以今天好像有一個女生 她就跟我講說 我知道你 我知道你 然後她是因為看那個 嘻嘻的那一集 台東漫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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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 然後那邊講一下 因為她說她看那一集 就是我們不是在那個 立卡戶外 我不是唱我那個 麻蘭姑娘 麻蘭姑那一首歌 她就說她看那一段的時候 是有掉眼淚的 對 然後就讓她也想起 她是不是也該回家 其實我發現到我們錄製節目 不管是採訪的人 或者是我們自己本身 我們可能都在在影響 在聽的粉絲 可能在某一些內心 可能開始有一點 觸動 可能對於她自己文化更的觸動 或者是她發現到 台灣有這麼多 或是台東有這麼多 為土地努力的人 然後我自己能不能成為 什麼樣的人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節目所帶給人的 那個正向的能量其實很強 是 對 請繼續收看啦 因為台東漫播電台非常的用心 也非常的認真 我覺得每一次當我收到 要採訪的對象的時候 就是我自己本身 我相信在關注 台東漫播的粉絲們 其實她都是期待 今天到底是誰 到這一集還是有一點點的小感傷 對 因為我覺得我會一直很想念 跟姆斯大恩我們兩個一起開車 可能去倉賓去池上去哪裡 這是很美好的時光 對 我們就一起這樣兩三個小時 然後就在車上就會開始 大聊事業大講老公壞話 或者是什麼人生的當時的一些處境 但是她對我來說真的是 非常珍貴的一段時光這樣子 那就差不多囉 哈哈哈哈 主持人那個 欸 太留下來了 真的 好啦 那就這樣子囉 大家還是要繼續收聽好嗎 是 可能那個伍薩恩 下一集還是會突現 哈哈哈哈 到底有啊 沒完 只是個謊 對 故意要有一集隆重的那個part 其實沒有要走 好啦 那就這樣子囉 台東漫播 漫播台東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哈囉 要不感 doute 髒姐 widespread 我心想哥 呀 贅持人 太惠賊了 哈哈 很不想 雷威舞的那種轉 再聽了 二 一 太抖了 好 慢慢的把你的右腳打直 你不要管我 他沒有那麼美麗嘛 我沒有 Yo Go Party 5 09 Oh yeah 給自己掌聲 掌聲 2 開始 啊啊啊啊啊啊 對了 rolle troll 哈哈哈